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最近關口水火現象越來越誇張, 今集有些網友給我一些片片, 同大家一齊看看。 首先見到關口一早已經有這麼多人出關, 還有這條片講的就是在關口就有海關在捉人。 你站在等人,他亦會抽查你手上拿的是什麼貨物。 這裏亦是他在散貨點去捉人。 跟著這個就不知道什麼事,就躺在這裏, 那聽回網友講,就說走水火人家要捉他了, 然後他不服氣,就躺平了在這裏, 這裏我不知道真還是假, 但是,其實最近澳門來說, 走水火這件事已經是叫到越來越嚴重, 越來越誇張,甚至乎是變到有少少好像有些走火入魔的狀況。 可能大家都沒事做,要靠著走水火來維生了, 但是如果是所有人都這麼齊心, 全部集中在一起這樣衝關的話, 等於是挑戰著澳門和大陸的海關。 沒錯,你當時是可以賺到錢, 但是如果他條氣不順的話, 或領導看到,覺得面子沒有了, 一定是會有一個很嚴厲的打擊。 來到現在今時今日, 我相信水火這件事, 在澳門以前是很難說去捉和打擊的, 但是最近多了很多海關或者施警, 是合作地出動,去做這些掃蕩。 由這一點可以看到, 大陸他除了捉人之外,澳門這邊也有捉過散貨點, 甚至乎是捉過水客。 雖然現在捉到人只不過是罰五萬元, 但是你不要忘記, 如果你是拿著澳門證, 無緣無故被人罰五萬元的話, 這五萬元對你來說是一個幾天文數字的, 首先你可能沒事做, 但是你還要找回這筆五萬元, 你找不到出來怎麼辦呢?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? 現在是多了很多學生哥帶貨出街的, 為什麼呢? 因為容易賺到錢咯, 其實你只要走過一兩次, 你知道怎樣賺錢的話, 你是會走上癮的, 即是不要說為不為生活, 各方面, 你因為賺的錢太容易了, 你如果你是高峰期, 你是帶幾支走, 可能已經是賺到一千元的了, 那你這樣的話, 是令到小朋友養成了一種, 不是那麼好的心態咯, 當然不是每個小朋友都這樣咯, 有人亦都是講咯, 說幫寶加介, 然後又說自己以前都走過, 那這件事, 就當時還當時的事咯, 現在在嚴打的情況之下, 如果是小朋友被人捉到, 那會發生一個什麼事咯, 雖然未必會有好大罪, 但是咯, 都有可能令到他自己心理有些問題出現咯。 好啦,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咯, 大家有什麼想講咯, 下邊留言咯咯, 那我們下集再見咯, 拜拜!